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假冒的静东让很多中老年女性着迷 江西干州一位六旬女子甚至为此离家出走 据当事人家属介绍 61岁的黄女士今年年初换了一部智能手机 从此迷上了短视频 很快就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这个账号 从此手机不离手 并宣称静东已经通过短视频向他表白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账号每一次直播卖货 黄女士都会全力支持 在接受采访时黄女士反复强调 静东在视频中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自己说的 而他在视频中在评论区的每一条留言 静东都会认真回应 因此他根本不相信这个静东是假的 不光有假冒静东的账号 还有假冒刘涛 苏有鹏等其他明星的账号 而且针对的主要是中老年群体 那么为何骗子们会将目标投向中老年人呢 好 今天这个话题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市场监管报社党委副书记张建 张书记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宋晓阳 晓阳好 您好 先问一下晓阳 刚才这个视频 其实大家可能通过我们的短片 也能有一个大概了解了 稍微一看就能知道 这东西肯定是个假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把它当成真的 而且上当 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重要 就是为什么有人会相信 第一个它是一个公开播出的平台 他说都能上这样的地方 那首先第一个就增加了 它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第二个就是说 它自己本身对于像我们说的媒介产品 它识别的能力比较低 完全是没有抵御的能力了 首先要求平台制定规矩 比方说不能够涉及安全 不能够有一些社会符求的东西 上传者也要守规矩 这两个规矩之下 还有些打擦边球的东西 比方说目前的假冒名人的一些账号 当然刚才宋老师也说了 我们这些有过接触的人 很容易判定 他就是假的 但是这些老年人 由于信息获取能力降低 平时跟社会沟通又少 容易上当 在公开的平台上 大家会发现 平时你去关注这些短视频 比如说我喜欢看解说电影的 我在这里面停留的时间 要比比如说做美食的 多了那么一点点 这个大数据就会测算出来 原来你是一个电影的爱好者 那假如你是个吃货 你喜欢看美食的 他就开始给你推送美食的 那像我们这个新闻当中的 这个当事人 他在这个视频停留时间长了 紧接着类似的账号 也会向你来进行推送 所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相似的信息奔涌而来 你就觉得 那既然这么多东西都有了 那你对他的可亲度 就会又增加了 我们看到现在是这个账号 是不光有假的近东 还有假的什么刘凯威 假的马云 甚至假的钟南山 然后受骗的 相对又都是中老年人 刚才我们提及了 中老年人是一个 比较容易被骗的群体 源于他们的信息获取能力 和社会交往能力下降 很多老年人在到一定年龄之后 不会主动再学一些东西了 这是一种弱势吧 但是利用这个弱势 利用名人效应 向他们定向推送 这也是一种行骗的行为 现在很多平台上 不论你是关心影视明星 还是关心商业明星 亦或是体育明星 总有一款适合你 总要推给你 就刚才宋老师解释了 这就是一个大数据算法 大数据算法它本意 是想让你获取信息更精准 但是一旦被众多的 虚假的账号包围之后 就进入了我们说的一个 信息孤岛 或者叫信息产防 你很难打破 获取另外其他不同的信息 这一点如果年轻人 由于他生性好动 获得更多的信息的能力更强 或许会跳出来 但是老年人可能就是弱势了